上海法拉里 老斯莱斯 莱布吉尼莎的千多靠别站 在权力面前 你们什么也不是 中国的第一大问题 政府官员权力太大 第二大问题 1985年只剩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 1995年只剩一个好 政府帮养老 2006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迟退休好 自己来养老 2015年一个男养老再剩一个好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想说到中国的第二个问题 政策变化太漂泊不定 以至于老百姓在心中搞不清 我听了这个政策 过了两年 这个政策又变了 变完以后 你不得不又重头再来 重头再来了 过两年政策又变了 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时间 那老百姓心中就不确定 就无所依凭 安全感就会减少 安全感减少 因为创业的热情和做事情的热情和坚持长久计划的能力就会下降 是吧 谁会在一个不断政策改变的环境中间 你会去定一个20年不变的计划呢 是吧 你定的计划就是20年保证能吃好穿好也许这就是唯一的计划 所以任何科学技术的投入包括民营公司 那么大的民营公司 在中国我只看到任正非一个人在华为真的是死命的往里头 很牛逼啊 大量的民营公司是不投入的 因为投入它产出可能已经十年以后了 十年以后我说政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有可能投入就白投入了 所以政策变化太快 这是第二 第三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GDP投向对照表 我不要知道对照表的数据对不对啊 我只是网上扒拉下来的 就是中国不是没有钱 而是钱花的不是地方 这是中国的第三大问题 你看中国这个行政花费70%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量了 应该到不了这个数啊 但总而言之 我们也都知道 每二三十个中国老百姓 养一个公务员养一个政府官员 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铁定的 中国公务员的